我心里个个都是不争气的东西 看着老佛爷过得好好的 你们心里就不舒服是吗? 想把我早早的气死 你们就活得舒服了是不是? 敬给哀家找麻烦 哀家就没一天好过的日子 现在只有哀家厚着脸皮去求皇上了 好了,都让你们起来了 谢大夫老佛爷 召回将军 臣在 哀家惦记着宫中的事 通知德州府的官员们 哀家就不在德州逗留歇息了 不在乎此 殿遭老佛爷的吩咐 啊 是 参见老佛爷 皇后的病怎么样了 要是她受不了车辆的颠簸 那就让她在德州府多住几天了 待病情好些了 再讓山東河北的兵馬 護送他回京 哀家事急只要回京了 一天都待不了了 老伙爺 山東的護送兵馬已經到了 河北的迎接隊伍已經過了無僑 只是 只是臣放心不下皇后娘娘 那好吧 昭將軍 那你就留下來護送皇后北上 讓山東河北的兵馬護送哀家吧 你就不要為難 哀家身邊還有和親王 你把皇后服侍好了 哀家也好向皇上交代 對 由本王護送太后老伙爺回京 赵將軍你應該放心了吧 那 那趙輝就遵老伙爺的意志了 老伙爺 皇后娘娘的病 恐怕腹中的小皇子保不住了 怎麼會這個樣子 哀家去看看皇后去 控咒 隨鵝娘去看看你的皇嫂去 您是何侍 太医, 太医, 刚才那两个洋人怎么说 回老婆爷的话, 他们也是摇头说no no 我就知道, 洋人根本不情 皇后, 他和老妃看着呢? 皇后? 皇后娘和亲王弟, 来了 皇嫂, 这好端端的, 怎么病成这个样子 皇帝是请你们回京的? 那多劳你 皇上回京都了吗? 他已经回京都了, 皇嫂 那我就放心了 皇后娘, 我连累你们了 要不, 您先起家回京吧 我怕是, 怕是一日两日的, 走不了了 安心吧孩子, 让菩萨保佑你 没事儿, 没事儿的啊 皇阿娘啊, 把两名太医都留给你 这儿, 这儿还有洋医生 他们会治好你的病的 不, 不, 皇阿娘的身边不能没有太医令 留一个给我, 就行了, 皇阿娘 听话, 你现在啊, 需要听皇阿娘的话 皇阿娘可以把心都套给你们 这儿, 就是容不得你们不听我的话 那就医了皇阿娘吧 这就对了 皇阿娘啊, 把赵慧将军也留给你了 等你的病好些了, 让他一路护送你回京 皇阿娘让皇上到京郊外接你回宫去 你啊, 你一定要养好病 不要胡思乱想啊 你的身体啊, 不只是你自个儿的身体 你腹中怀的是皇上的儿子 他是皇子, 是爱心觉罗的后代 是明日的储君 你啊, 你一定要给皇阿娘挺住 不要以为皇阿娘惩罚了你, 就不疼你了 皇阿娘啊, 有皇阿娘的疼法 现在皇阿娘疼的就是你一个人 宫中有事儿, 皇阿娘马上就要启程了 你不要以为皇阿娘把你丢在这儿不管了 你要知道你是大清朝的皇后啊 不是傅茶是府上的小丫头 天下的臣民都是你的奴才 该怎么吆喝就怎么吆喝 哎呦, 额娘有时看着你啊 都当了皇后, 还像小媳妇似的 你心里不好受 额娘的心里也不好受啊 皇阿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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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回蛋 皇上 我恐怕 恐怕是回不了秦都了 我知道 或许 我保不住府中的皇爷了 我好对不起皇上 我好对不起太后老佛爷您的 您是我的秘宝 做不得太子 做不得皇后 你 你就是多思多虑 有老成吉他 你替皇上逃什么心 他有他的帝王福份啊 走到这个会儿上了 是不是你还牵挂着皇上的事 叫黄安阳不要废了他 不是的黄安阳 我只想 只想告诉你 自从 自从我的鲁鱼抬过大清门的那天起 皇上 皇上就没真正的爱过我 你 是不是皇上抽了你一遍 你就认为他不爱你了 那是皇额娘让他抽的 这怪不得皇上啊 我 不是的我都爱他呀 但皇上他 还是没有能够爱我 所以 皇上 我以为皇上 他一心一意的 爱我了 而怀疑皇上 不爱皇额娘了 其实 皇上他一直是爱着你的 皇额娘 我知道 皇额娘怎么会怀疑皇上 对他生生母亲的爱吗 不会的 不会的 你看 你不是又多丝多瑞了 那我就 我就 放心了 皇额娘 我虽然是嫁进宫里 不该对皇家的儿女 平头立足 可是 爱心觉罗这一代的皇 王爷主 最好的 就是您的儿子 是当今的皇上 还 还 还有一件事 我想拜托老佛爷了 你说 皇上他 陪着另一位姑娘 就是 就是那个 常召君娘娘的姑娘 也是 也是在杭州行宫里 救了太后的那个姑娘 他不是满族人 是 是汉族的姑娘 我们 求求你 过个礼 让他们有情人 终成全数吧 那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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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你现在好好养病 什么都不要想 行不行 只要皇阿娘允准了 如果 我真的回不了京都了 就立了这位姑娘 做皇后了 真的 这真的是我的心愿 皇阿娘 我求你了 那好 只要你回到京都 皇阿娘就答应你 那 我一定要回到京都去 不多说了 太医令呢 两个太医令哪去了 老伯爷 我把皇后交给你们俩了 如果皇后有什么三长两短 爱家唯你们试问 爹 好害怕 皇阿娘就先行一步了 一切都有赵会将军留下安排了 你就放心吧 好 如果病好些了 让赵贵将军 我送皇后娘娘起程回京 听明白了吧 老伯爷 真的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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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老娘 我怎么没事吧 娘啊 老佛爷 老佛爷 皇后娘娘她怎么样了 老佛爷 没事没事 姑娘 你还是随哀家一起回京都吧 老佛爷 老佛爷 你随哀家坐车一同回京都等着你 老佛爷, 小女子不想回去了 小女子想留在这儿 因为皇后娘娘病了 小女子想陪着皇后娘娘 你又不是太医大夫 连个乡间的郎中都不是 你照应个什么 可是 可是小女子能陪皇后娘娘说说话 你就随了小女子的心愿吧 好 那好 但是你可不能溜了 要是再次欺骗了老佛爷 我可再也不饶你了 小女子不敢 老佛爷 跑着跑 一个乡间土妹子 了不得了 住嘴 何亲王谁让你说话了 是 是 是 赵惠将军 臣在 我把皇后交给你 把秀军姑娘也交给了你 你给我平平安安地把她们送回紫禁城 这 然后 让皇上赏你 起驾吧 这 太后老佛爷 起驾喽 二老师也走嘞 是 是 是 走 是 走 这 tar man 乡 Wait uge 这 things 我 请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皇上 督察院的金农兆了 督察院已经出审了内务部的几个药员 从贡状上来看 他们这次贿赂给何亲王的银两 不止二十万两 已经达到五十万两 现在好了 朕封了何亲王府 老佛爷面前我也能交代 皇上 这次太后老佛爷要是闹僵起来 她是不会听你的理由的 是 据报 太后老佛爷的鸾架已经过了天津位 而皇后娘娘还滞留在德州水池 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后长朕担心了 假论 天天君主 又说到柳花了 你我祖孙的争论 好像还会完呢 好吧 将来在你弘历做的帝王了 但愿你能做到 除于你而不然 着青莲而不妖 一个谦谦君子千古流芳 难道你信不信 拿火来 来 吃饭了 这是人吃的吗 就是 什么都吃 弘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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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见到老佛爷 我们要见到老佛爷 一定可 我去找他吃了 有 今天太后老佛爷就要回到京都了 诸位大臣和朕一起出朝阳门 迎接他老人家的轮架 出发 立务府安排车辆了没有 回禀皇上 车马已准备妥当 好 即刻出发 太后老佛爷回宫 好 好 好 王爺, 太后老伯爺 已经提前回京进宫了 紫须在南方有消息吗? 还没有 这是老伯爺, 恐怕在此还能救一封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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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你跟皇上 皇上 你心中要是有皇子娘 这会儿早该在朝阳门等候了吧 不怪皇帝是哀家回宫心急了点 昨晚上连夜京城赶回来的 皇帝和众大臣们都平身了吧 谢太后老国也无恩 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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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车 车 他也就趕着去 爱家随皇帝下江南 没多住几天 听说西藏边境出事了 国势为重 皇帝急着要回京 哀家自然是理解他的心情 大清朝的每一寸疆土 绝不允许一国的马蹄践踏 可是 哀家到了山东隔州水池的时候 才知道边境的战火没有停息 宫中的战火倒飘起来了 皇帝提前回了京 把哀家和重病的皇后扔在了回京的途中 皇后的病情 这会儿不知道怎么样了 可见得皇帝把朝廷的政事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这是帝王之气象 不认识 先天下之忧而忧 哀家 是十分欣赏的 听说督察院查封了李亲王府 逮捕了李亲王洪熙 还有哀家的那几个侄儿子 贝勒洪生洪旺 贝子洪鼠洪慎他们 督察院还查封了和亲王府 张大人 陈在 这是怎么回事 陈张廷玉回老婆爷的房 军机处印第大人接到慈宁宫的禀堂 贝勒洪旺洪生等人夜入慈宁宫 他们是关心哀家 去查一查慈宁宫的防火防盗的安全事宜 这碍着你们什么事了 老佛爷 说吧 老佛爷让你辩解 你说吧 他们闯入了皇太后的佛堂 私自偷换了装着先皇帝遗诏的木盒子 这就违反了国法 公归 这么大的事 皇上和老佛爷都不在宫中 军机处印第大人立即采取防范措施 有不妥之处 请皇太后招事 好了 他们竟敢偷换装着先皇遗诏的木盒子 这不是反了吗 可是 公察院的大人们有什么证据没有啊 张廷玉大人 那就请老佛爷传慈宁宫的太监 李德阳上殿 那就传吧 传慈宁宫太监李德阳上殿 老佛爷 奴才李德阳叩见老佛爷 李德阳 是你看见贝勒红生红旺他们 把老佛爷挂在佛堂上方的那个小木盒子给换了 奴才没看管好老佛爷的木盒子 奴才失职了 奴才甘愿受老佛爷的从重处罚 你那么尽心尽责的看管着慈宁宫 老佛爷怎么会从重惩罚你啊 老老实实的说吧 你是不是看见洪旺洪生他们 把挂着先皇帝遗诏的木盒子给换了 是的 老佛爷 他们偷惯了 是奴才亲眼所见 奴才胆小 不敢得罪皇亲国戚 于是你就去了十四王爷府 向应提大人告密是不是 是的 奴才知情不报 对不起老佛爷 对不起朝廷了 好一个奴才 还知道京宫报国 好啊 挺好的 红咒 你身为亲王 是皇帝的亲弟弟 却为违法犯禁的红咒 红王他们说情 你难道不惭愧吗 不惭愧吗 不惭愧吗 这儿臣 儿臣认为李德阳这奴才是被人收买了 共状不实啊 老佛爷 老佛爷 这是奴才亲眼所见 是吗 哀家不是督察院大人 督察院大人在吗 臣在 不惭愧吗 不惭愧吗 北禀太后 督察院从李亲王府 查获了密装先皇帝遗诏的墓格子 已经被打开了 遗诏在哪儿啊 不知下来 但发现李亲王红夕 没有制作完毕的一份假遗诏 好一个李亲王红夕啊 他胆大包天了 老佛爷 假的 假的 这全都是假的 是有人在当陷害皇族子弟啊 这案子还挺复杂的 哀家不问了 皇帝 你是一国之主 你看怎么办吧 朕以为 督察院办案不立 不知老佛爷以为妥当不立 这 这还要审呢 黄老娘 您看怎么办 好吧 皇帝这么说 那就照办 不过 不过 督察院大人忘记了一个最直接的证人 那就是哀家我 来人呢 把挂在慈宁宫佛堂上方的那个小木盒子 躺上来吧 奴才叩见老佛爷 请老佛爷验证吧 不就是这个盒子吗 好一个李德阳 你的功绩不小 此番事端都是你这个奴才挑起来的 害得皇族不合 害得唐城督察院偏听偏信胡乱判案 害得老十四王爷广挨了一枪 害得皇帝匆匆的从江南干回京都 害得老佛爷我昨夜一宿都没睡好 今日早朝还要来到这太和殿堕案 这太和殿堕案了 你是一匹害群之马啊李德阳 来人哪 来人哪 将这奴才押出五门斩力绝 走 皇上我冤哪 皇上我冤哪 将督察院苏启宫摘取红莹顶带 薛侄为名逐出京城 皇上我冤哪 谢老佛爷龙恩 张廷玉 臣在 立即释放亲王贝勒贝子他们 把他们送到各自的府中去 折 和亲王府的封条摘不摘掉 这边之间的 result 就交给宗人府去神历吧 皇上你啊 您累了 累了 还是起驾回慈宁宫去吧 是有些累了 起驾 回宫吧 皇帝 你站那干什么 上来 上来 君臣们该商量什么 还是商量什么 皇儿遵太后遗旨 故事 内大辺 四名 才是 ��大辺 第十姓月 下一位 请皇上 车分數 臣来了 皇帝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皇兄 有劳太后英明胜短 有条不稳 有正有据 嘶嘶勿扣 而朕暗溃群臣 似有不服之意 各个窃泄私语 脸上呈现出疑惑的表情 李德阳频频喊冤 苏启公愈怒于心 好似我大清朝威延的前清宫 空悬了正大光明的匾额 印提大人也是当时仰山在家 没有能够听到太后的英明胜传 恐日后心有不服 反而徒增我了 回皇上 彼得阳带回来了 皇上 好 很好 李德阳 朕问你 朕手中的木盒子 是不是被偷换过来的木盒子 回皇上 实在是被偷换过的木盒子 苏启公大人 朕问你 朕手中的木盒子 是不是被偷换过来的木盒子 回皇上 此乃是被偷换过的木盒子 十四王爷应提 臣在 朕问你 朕手中的木盒子 是不是被偷换过的木盒子 回皇上 此乃是被偷换过的木盒子 张廷御大人 臣在 朕问你 朕手中的木盒子 是不是被偷换过的木盒子 不为了 朕可 不为了 尽管 朕就杀了 郑工大人 也认为 这就是奥年公佛堂 另外 鲜帝 上 你 老佛爷的一招合作未曾投换 但是朕不能让李德阳苏启功大人 和朕的十四王叔心有一律 事后不符 现在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的面 就请老佛爷打开这一招合作 老佛爷 皇儿敬请老佛爷开启盒子 以名胜断 皇儿敬请老佛爷开启墓盒 以名胜断 你一定要皇儿娘开启她 是 不开启她就有人不服老佛爷您 开就开吧 有什么了不起 那哀家就开启她 怎么说是换呢 没换呢 皇帝 哀家打开这个盒子 取出先皇帝的遗诏 就要念给皇帝和满朝的文武们听听 听听 念就念呗 皇帝 皇帝 你可要想清楚 朕 请求太后老佛爷开启墓盒 向天下臣民宣读先皇帝遗诏 若朕有父先皇 有父大清江山 朕今日就辞去帝位 请求太后老佛爷 请谈佩可 让帝位 请送她 别走 庆祝 臣奏请老佛爷不必开河宣读遗诏 臣想试问太后老佛爷 当今皇上哪条违反了祖宗的法典 老伯爷又迫不及待的宣读先皇的依诏 殷提 你又冤枉了哀家是不是 这是皇帝逼着哀家请和宣诏 不是我的本意 臣也奏请太后老伯爷 不必开合宣读依诏 皇上 我只有故意 您symak 皇帝 这宇殿的大臣都守了不 说明你没有违背祖宗的法兵 哀家就不起何宣诏了 将礼得阳重新退出武门 斩首 不必 太后 朕還是敬請太后老伯爺啟何宣章 開就開, 啰嗦 此等大師, 要你來動手 你想當皇帝了是不是 滾, 你給我滾下去 你給我滾下去 宋愛卿, 都平身了 謝皇上蒙恩 謝皇上蒙恩 朕, 請皇兒娘還是離開乾清宮 慢 哀家已經不請和宣兆了 一提, 你還要幹什麼 許四叔, 你幹嘛 唐家的上皇帝 不請到座上皇帝 是大長秀黃 你給他賣 Inte? 天啊 等大師傭, 我會想出席 一架, 你會想出席 你不想出席 那時候放得下 是, 你不會死 他懶得下 走 張大人, 拿起遺詔, 念 張大人, 聽清楚了沒有?朕讓你念 你就大膽的念 皇上 皇上, 這盒子裡沒有遺詔 諸位大人 這盒子是空盒子 但是皇太后掛盒之意, 情意深長 他老人家是讓朕永遠不要忘記 朕是愛心覺羅的祖父 不要贖點忘祖 違背了祖宗的意願和法典 讓朕當一個好皇上 千萬年花開的明媚 千萬年花開的明媚 不如你的美 還是祖父 你是國長 你是貴 你是抱紧 你是玫瑰 你讓流氓化的世界聚集 你讓收小的生活美 多麼想牽你手 聽聽看見看留守 江山中天安危 恩怨情愁终成灰终成灰 时光水起凉 我的爱还在 永远不在了 我的爱还在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